据说1866年4月16日 三箱露着油的神秘箱子被送到了旧金山富国银行 一个倒霉的职员想凿开看看里面是什么东西 没想到发生了剧烈爆炸 直接造成15人当场死亡 甚至方圆400米的房屋几乎被夷为屏蔽 而导致如此可怕爆炸的元凶竟然是这个东西 它叫消化干油 是一种极其不稳定的烈性炸药 哪怕只是轻微的碰撞 都有可能引发强烈爆炸 并且爆炸的威力达到了TNT炸药的1.5倍 在1847年由意大利化学家探索哥首次合成 由于超强的爆炸威力 被炸药之父诺贝尔发现了巨大的经济价值 随后开始大量生产 为此他还牺牲了两个亲人和三家工厂 自从银行被炸之后 美国开始出台法律全面禁止运输消化干油 所以在正规渠道想要找到它的原始形态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今天亚当却靠关系弄到了一整车的消化干油 并且决定带评论区的粉丝好好玩一玩 可现在的消化干油都经过了脱敏和稀释处理 它们需要再次重构才能达到原本的危险性 经过专家小心翼翼的操作 分叶漏斗流出来的就是消化干油 那么它真的像传说中那么恐怖吗 为了验证消化干油的不稳定性 亚当决定对它进行跌落测试 看从高出掉落能否引发爆炸 但由于担心自己手艺哆嗦就会请大家吃喜 亚当找来的炸药专家作为电备 接下来他们在试验场搭建了一个跌落平台 实验时会将30毫升的消化干油 从一米的高度落在水泥地面 如果实验成功 爆炸产生的威力将等同于手榴弹 而为了确保自己不受到伤害 亚当躲在掩体外并戴上了防暴头盔 然后缩使专家将消化干油放置在平台上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他们扯掉了支撑的绳索 但尴尬的是并没有发生爆炸 于是他们将跌落高度增加至两米 并且在地下垫上了钢板 这次又能否成功引爆呢 然而实验还是翻车了 虽然瓶子被一拴而碎 但爆炸依然没有发生 导致消化干油就这样摊在了地上 为了避免可能存在的危险 亚当决定用敲击的方式将其引爆 在助手的帮助下 他们制作了一个弹簧铁锤 当铁锤击中地面的一瞬间 消化干油发生了剧烈爆炸 直接将3公斤的钢板炸飞到了50米的高度 差点就将亚当带了回去 如此巨大的威力 也不得不让亚当转移实验场地 并且还升级了更稳固的跌落平台 重新开始第一次的实验 随着亚当的倒计师准备 30毫升消化干油从一米高的位置掉落 这次瓶子在着地的一瞬间发生了剧烈爆炸 甚至在高速相机都拍不到瓶子破碎的过程 那为什么之前同等高度的实验中 又没有发生爆炸呢 专家给出了非常牵强的解释 不同硬度的地面或者着地的姿势 甚至温度的差异都可能影响爆炸的结果 这也是消化干油的可怕之处 你永远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发生爆炸 本次实验非常危险 请大家千万不要再加常识 据说将C4炸药放进微波炉里 加热一分钟就会爆炸 而很多电影中都会用这种方式制作定时炸弹 难道炸药不是受热后立马就会爆炸吗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的真实性 留言组偷偷将邻居家的微波炉搬到了试验场 并决定用来加热C4炸药 但由于本次实验具有一定危险性 没有人愿意按下微波炉的启动键 他们只能向当地的福波勒借来了拆弹机器人 随后格兰打开了粉丝提供的C4炸药 首次测试他们将450克的剂量直接放进了微波炉 并把加热时间设置成60秒 而为了实验的绝对安全 托瑞在旁边的桶中灌满了水 然后放入装有雷管的C4 当微波炉里的炸药没有被引爆时 他们就会引爆水桶中的C4从而炸掉一切 所有准备就绪之后 机器人按下了启动键 紧接着以近乎逃命的速度跑到了安全屋 但让人惊讶的是 随着倒计时归零 炸药并没有任何反应 它内微波炉并不能直接让C4发生爆炸 于是托瑞引爆了水桶中的炸药 那么如果加上电影中一样的道具 又能否引爆C4呢 接下来他们给炸药塞进了一枚电池 并且装上了一些导线 虽然他们并没有与炸药连接成一个回路 但金属导体在微波的辐射下会产生强大电流 从而出现打火的现象 这样就很有可能引爆炸药 可事实又会怎么样吗 等机器人按下起动箭后 导线立马在强烈的辐射下冒烟并开始燃烧 而C4被点燃后火是越来越大 但直至全部烧完也没有发生爆炸 他们只能再次引爆了水桶中的炸药 为了彻底引爆微波炉中的C4 他们最终决定在炸药中放入雷管 因为C4的物理性质非常稳定 不管是用枪击还是火烧 都不能直接将它引爆 甚至传言还有部队将它当作燃料来做饭 而使用雷管是引爆C4的常用方式 在实验中当微波炉开始加热后 金属导线会产生火花并点燃雷管 从而间接引爆炸药 可这种炸药一旦发生爆炸 冲击波的速度能达到每秒8000米 足以对借来的机器人造成毁灭性伤害 所以为了避免产生巨额赔偿 格兰现场打造了一个遥控手指 并安装在了木桌上 接下来他们按照这种方式布置好了导线和雷管 然后托瑞将炸药放进微波炉 所有人躲进了安全屋之后 他们启动了遥控开关 这次C4炸药在加热两秒后就发生了爆炸 比电影中足足快了30倍 可见如果用这种方式制作的定时炸弹 根本就没有机会逃跑 本次实验非常危险 就算你家有微波炉 也千万不要尝试 据说消化干油在受到外力的作用时 就会发生爆炸 并且威力是TNT炸药的1.5倍 而为了验证消化干油在加热条件下 到底会不会被引爆 亚当通过关系搞来了一整车的消化干油 而消化干油是由碳、氢、氢和氧原子结合 当消机受到外力作用时 它们就会分裂产生连锁反应 生成氮气、水蒸气和二氧化碳 并且以2万多公里的食速向周围扩散 从而产生爆炸效果 接下来亚当在试验场搭建了一个平台支架 而平台的下方则有个加热装置 专家将30毫升消化干油小心地放置在平台上 然后亚当躲在安全屋开始进行加热 通过热成像仪可以看到 瓶子的温度逐渐上升 直到10分钟后 传感器显示消化干油的温度达到了100摄氏度 已经是加热装置的上限 瓶子随时可能发生爆炸 然而这样的温度坚持了5分钟 可消化干油依然没有任何反应 似乎这并不符合它的特性 专家建议采用跌落撞击的方式将其引爆 但令人更加抓狂的是 瓶子摔碎也没有发生爆炸 而之前同样的跌落实验却能轻松被引爆 所以这种不确定性才是它真正恐怖的地方 为了清除地面的油剂 专家继续在平台上放置了30毫升消化干油 然后亚当拉开了支撑的绳索 终于瓶子在落地的瞬间发生了爆炸 本次实验非常危险 请大家千万不要尝试 据说将汽车启动液喷入漏气的轮胎 然后进行点火引爆 轮胎就能瞬间充满气体 可这样真的不会炸坏轮胎吗 为了验证这个做法是否可行 刘烟祖搞来一台不要钱的二手汽车 并决定用启动液和火枪对车轮进行点火充气实验 首先凯莉卸下了汽车的漏气轮胎 为避免在实验中被爆炸的火焰烤成乳猪 凯莉在测试前穿上了隔热服 首先她将启动液喷在了轮胎内侧 紧接着用火枪点燃了里面的气体 但并没有出现视频中的爆炸场景 而轮胎也丝毫没有充气现象 于是他们决定再次进行尝试 并且这次在喷入气体之后 托瑞用脚踩动轮胎 以便让气体与空气充分混合 可这样是否能成功充气呢 这次用力有些过猛 吓得三人撒腿就跑 但等冷却下来之后他们却发现 轮胎又变成了真空干扁的状态 格兰认为视频中用到的是重型卡车轮胎 那如果使用更大尺寸的轮胎 实验结果会不会发生变化呢 接下来他们弄来了视频同款卡车轮胎 然后进行了相同的实验 这次轮胎同样瞬间充满气体 但依然在冷却之后又变回软啪啪的状态 完全无法正常使用 所以点火充气的做法完全就是扯淡 但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法让轮胎复位 因为气体在燃烧的瞬间会产生大量膨胀气体 并且推动胎壁紧紧贴合轮毂 从而达到密封的作用 据说在美国有位这样的传奇人物 他能在36米外用毛色步枪击中辅刃 并且还能将子弹劈成两半 可这究竟是他夸下的口骸 还是真有这样的可能呢 留言组为了验证子弹能否被斧头劈开 他们找到了留言中的同款毛色步枪 并决定亲自进行射击测试 但由于当时的枪支射准度不高 所以他们请来了拥有半年经验的射击专家进行培训 而经过一段时间练习之后 三人都能精准命中目标 可子弹击中斧头真的能一批两半吗 接下来他们将斧头固定在目标支架上 然后格兰测量出36米的射击距离 托瑞首当其冲第一个开始测试 但在第一枪时就直接托把 随后的第二枪更是偏的离谱 终于在重新调整之后 子弹成功击中了斧头 但并没有出现一分为二的情况 为了提高实验的成功率 他们将射击距离缩短到了原来的一半 紧接着轮到凯莉进行测试 尽管射击难度已经大大降低 但无一例外子弹都与斧头擦肩而过 这时格兰想到了更好的方式 他用砂带拖住了枪身 以此来提高射击的稳定性 可三枪下来也只是无限接近 始终无法精准命中 可见想要让子弹刚好击中斧刃 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这可把一旁的专家急坏了 于是他端着步枪开始瞄准 随着一声枪响 这次子弹终于击中了斧头 并在锋利的斧刃下被劈成了两半 尽管存在这样的可能性 但几乎没几个人有这样的好枪法 据说有个倒霉鬼在运输消化干油的过程中 因为路面颠簸 车上的工具与泄露出来的油迹产生碰撞 结果导致了巨大爆炸 因为消化干油是一种极其不稳定的烈性炸药 只要轻微的震动都能引发爆炸 而为了重现当时的场景 亚当通过关系弄来了一整车的消化干油 但在正式开始之前 他们需要进行引爆测试 以保证在实验的时候能发生爆炸 首先他们在钢板上安装了一个马车座椅 上面的沙包模拟的是运送的车夫 而座椅的下方有一根钢管 实验时会在钢板上倒入消化干油 在马车不断摇晃的过程中 钢管就会撞击底下的消化干油 从而引发爆炸 专家小心翼将60毫升消化干油倒在钢管下方 然后亚当撤掉了释放座椅的绳索 但意外的是什么也没发生 于是他们增加了沙包的数量 并且将钢管换成了更大的铁锤 以确保能大面积击中消化干油 重新满上之后 亚当再次拉动了绳索 然而这次还是失败了 气得亚当开始骂娘 于是他们决定改变测试方式 在助手的帮助下 他们用木架制作了一个简易铁锤释放装置 只要拉动释放的绳索 铁锤就会在重力的作用下砸向钢板 专家将消化干油倒在目标区域后 亚当释放了铁锤 就在撞击钢板的一瞬间 消化干油发生了剧烈爆炸 直接将旁边的木箱炸飞几十米 120毫升的消化干油 就有如此巨大的威力 那3000毫升剂量的爆炸效果又会怎么样了 下面他们借来了马车和一辆遥控汽车 实验时将模拟假人运输满车的消化干油 但他不知道其中有个瓶子发生了泄漏 而油漬顺着箱子留在后面的铁针上 巧合的是 车主鬼使神拆地将铁锤树立放置 以至于在经过颠簸路面时 锤子正好砸在了铁针上 从而引发了猛烈爆炸 专家小心地将消化干油放置在马车上 一切安排就绪之后 他们躲在了防弹车上 而为了确保实验的绝对安全 他们在800米外操控遥控车 随后马车开始缓慢前进 一切都看似很平静 当马车到达合适位置时 专家远程释放了铁锤的固定绳索 随着一声巨响 马车瞬间被炸得灰飞烟灭 而在高速相机下可以看到 爆炸的冲击波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向周围扩散 仅仅三声的剂量 就能引发如此巨大的爆炸 所以本次实验非常危险 请大家千万不要模仿